已经退出演艺圈的前香港乐坛天后彭琳 跟前辈陈秋霞和林志美 6月21日回到母校明星书院 为母校的90周年校庆拍摄MV 而MV就是由同样是校友的袁建伟 也就是影后林嘉兴的老公指导拍摄 彭琳就表示自己毕业之后只回过母校一次 其中自己最想念的就是母校的操场 一定了我们录音的时候都已经一直在想象 以前上学的时候跟同学一起玩的画面都出来了 因为歌的歌词里面就讲得很清楚 关于我们的学校一些回忆了一些景象 都是带回带回来很多我们的意外的景色 刚才我们拍摄的时候 Kens听说他昨天来试灯光的时候已经有开始 已经哭了 那我就奇怪这怎么会哭呢呢 我今天到我自己也真的是泪流满泪 忍不住 看到这个想到以前的事情 想到今天这么多的同学校友来 这么多人一起做一个事情 真的是一个很感动的场面 所以就哭了 彭琳自从多年前跟老公林海峰结婚之后 就已经彻底的退去了演艺圈 专心在家里面相夫焦女 但是外界一直都很期望他能够付出唱歌 当天看来彭琳的状态跟当初的他几乎也没什么出入 但是他就是不付出 这次母校想必是花了不少心思 才能吸引他难得在媒体面前献身一次吧 没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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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很大的功夫 其实一听到是学校的东西 我们就立即打印 他有打电话给你吧 没有 也是WhatsApp 我是WhatsApp 就是一个WhatsApp 简单的几个字 说来 学校有90周年的一个庆祝 就教我写一首歌 我就一天都叫货 那你们呢 我就是没有太大的考虑 就已经打印了 听到你的歌 就更加很兴奋的知道 可以跟你们合作啊 搜狐视频娱乐播报香港报道